林玉慧、许子轩、梁超怡 迎慧敏、四位新鲜出牢的 2022香港小姐冠丫龟及友宜小姐 这几天都忙过不停 出席品牌颁发奖品活动 Denis夺冠之后 有网民救世重提 针对她过去的坦率言论 继而进行攻击 令Denis的爸爸林俊然 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 都说很心痛啊女儿 而Denis这天都有为 专访爸爸的报道开刊回应 始终我也是一个女儿来的 爸爸心痛过女儿就 正常的 如果我是儿子 我想她会嫌我不够辛苦 不过我很开心 有这种经历 经历了这么多挑战压力 受我这么多苦 真的令我进步了很多 掌戒了很多 那她有没有鼓励你这段时间 她就跟我恭喜我 决赛当晚恭喜了我 之后在《无线新闻》台录下我整段 说我讲话又调理了 又闻又怒了 其实她一直都有 一直留意我 对 好像之前说希望和爸爸 可以有些妇女的戏 对吗 没所谓的 只要公司觉得好就做 我很随和 Sharon在参选初期就已经被网民说似女版袁文杰 不过Sharon就不多在意 反而很想和正版袁文杰拍一张照片 我开头看完之后 我觉得是什么像样子 但发现陆陆陆陆陆有很多朋友 声音来 两张照片一对比 好像真的在神态上有点相似 希望之后如果有机会和她拍照 看看网民是否真的觉得那么像样 但有没有见过她是真人 有 其实前两天已经在化妆间见到她是真人 其实想走前去和她拍照 但见她正在望着就唯有下次 但会否介意网民说你的样子像男生 不介意 因为我本身做模特的时候 其实都是女生男相 很多人都这么说 所以我又没有特别介意这件事 只不过之前比较多人说我像某几个女艾丝 但这次可能大家就讨历 原来你都像哪个男艾丝 哪个男艾丝 我觉得挺有趣 为了在选美期间保持最好的身材 佳丽们都要忍口减肥 现在终于选完 Saka和Joey都说可以放心吃东西 其实给了菜之后 就已经开始暴饮备吃了一点 应食尽吃 但因为也没有太多时间 之后也约了同朋友和佳丽 一起去吃火锅 所以已经等了很久 我也是有偷吃零食 因为之前也不是我敢吃薯片 这些可能会生豆豆 又或者可能太油腻 现在也会吃一些比较油腻的东西 因为真的忍了很久 作为鱼圈新鲜人 Saka和Joey对未来也很有憧憬 而Saka就很想有机会 和陈山聪、马国明合作 最想是和谁合作 其实谁想和我合作都可以 是的 但是可能比如说 好像陈山聪先生、马国明先生 我真的是他们的粉丝 所以如果有机会 都会想和他们学习一下 你不喜欢有没有 有没有自己很想合作的艺术家 其实我个个都想合作 很贪心 因为个个都想试试 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多 都是很有经验的前辈 所以都是跟他们学习